一个大馒头,摆成小块,打三个朋友都赞不绝口 一,一包煎饼粉,搅拌成面糊,锅刷油倒面糊,摊平煎至一面定型翻面 这样做的早餐煎饼好吃又营养 筷子搅拌均匀,再用打蛋器打至腾松发,翻拌均匀 盆利刷油防止,我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自发面粉,就不用加酵母也不用醒发了 来点葡萄干搅拌上进,红糖,半碗西米,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焖10分钟,加入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 酱和南瓜,用勺子捣碎,饭碗刷油倒入面糊,摆上红枣 醒发20分钟再蒸30开放盐,加入汤圆煮半分钟捞出锅一遍凉水 均匀的裹上面包汤,六成油温下锅速炸30秒即可出锅 外酥里糯,超级好吃 里放红茶,冰糖,两盒纯牛奶,煮出茶香味 原味奶茶就做好10分钟焖10分钟,焖好后,孩子想吃香酥大鸡排 宅家你就跟我这样做,六成油温下锅 注意是小火达七八分钟,不然会外面糊了里面没熟